会议由民政司长居博军主持 教育部、故宫博物院、历史博物馆、孔孟学会等单位的代表20多人参加 会场中同时陈列了内政府收集来的各方标注的孔子像12个 与会人员曾经热烈的发言讨论 大家认为应该以长朝吴道子所画的孔子比较像为准比较可当 会中初步决定 先投票把最差的塑像淘汰 然后再由内政府邀请专家协得再举行一次会议 就孔子数项所最后的肯定 以为孔子数项的统一标准